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3年8月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为了贯彻宗族混元禅师 将中华文化道统易经 全面落实于基础教育的目标 于台北道场大安寺 举办第一届儿童学艺经夏令营 在大安寺住持原德法师的用心规划下 首次开办的营队活动 就有超乎预期的回响 小朋友的反应相当热烈 也获得家长们一致的肯定 于是又续办东令营 儿童学艺经营队是针对 9到12岁的儿童所设计的课程 摆脱知识化的教学方式 让小朋友从游戏中认识艺经 并且兼顾学术与生活的陶业 学术部分包含艺经、风水及礼仪 生活方面则是定出做人、做事、修心三个主题 大安寺住持原德法师 身兼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副秘书长 承办暑期大专一经心法经济班 已有十年以上的丰富经验 从这些优秀的学生中 临选出有幼教背景及表现优异者进行培训 作为儿童营队的种子教师 无论在课程设计或是品德教育各方面 大专班学生的表现确实不俗 那这小朋友简直是玩买玩 一对一的 你看像这一次50个孩子 我们用了将近30个了 步道员还觉得人手不足 因为照顾到无为不知 从他的生活企业、饮食 还有他的需求、还有他的教课 实在是要花很大很大的心力 小朋友有时候是不听指挥的 你必须用诱导的、用关爱的 所以我想说这大专班 满满都是好人才 我就请了大专班 结果回想很好 说原的妈妈 你想要做的话 我会邀请同学一起回来 虽然他们想要回来做 但是也必须做一个训练 所以我在102年8月 10月份跟11月份 就是两周都有在培训 让他们了解带孩子怎么带 那课程我们是要怎么来排 所以课程拍得相当不错 学做人要自主负责 学做事要自爱团团 学修心要尊重包容 儿童学艺经营队采取开放式教学 没有课桌椅 也没有上下课铃声 补导员跟老师以身作则 营造出自动自发 互相尊重的气氛 让小朋友学习 自主管理 我们希望创造一个 跟学校不一样的环境的氛围 让小朋友在这个地方 其实是非常开心跟快乐 所以我们希望他的身体 能够得到足够的生长 所以我们中间会带一些活动 让小朋友透过体能的方式 去让他们再透过 体验式学习的方式去 学到一些可能平常在生活当中 没有注意到的部分 第二个是在心理的部分 在这三天的营队过程当中 我们会谈自主负责 慈爱关怀 还有尊重包容 但最重要的一个主题 是谈学术的部分 我们希望再透过活动 透过游戏 透过一些简单的身体记忆的方式 我们希望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们 能够用最快的方式 能够记得住关于很多风水啊 液经啊这样的知识 洗 鼓甲西柱中心 左路 第二个力 十公斤 三个 第三个 坐 那我住吗 坐 那我住 第四个 干嘛 五 那我住怎样 我住不对 从外在的行为导致内心的散漫 有助于提升专注力和观察力 小朋友虽然活泼好动 但是从小灌输他们正确的形象观念 也是非常重要的生活教育 这个代表了我们的黑夜 而同学艺经的教学方式与成人教育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主要的目的不在理解而在记忆 透过海报戏剧以及说故事的方式 让艺经八卦跟生活事物产生联想 小朋友的接受度就大幅提升 麦当劳 麦当劳你们最常去吃什么 薯条 没有错 来 三根薯条 所以它叫做前三连 来 在前三连的旁边呢 画下三根麦当劳的薯条 坤 停 小心 小心 好 三号准备好了没有 三号准备好了 三号准备好了 游戏是小朋友的天职 背诵是他们的天性 用游戏取代单纯的背诵 让小朋友更快乐地进入易经的世界 三天两夜的营队课程 主办单位大安寺不仅提供了安全的环境 还有健康美味的素食餐点 让小朋友摄取均衡的营养 每天用餐时间一到 各组的辅导员就带领着小朋友 井然有序地进入斋堂 取菜 就做 遵守正确的用餐礼仪 并对眼前的食物 心怀感恩 随时也与天联益 正确的功德大如天地设成 我们诚心地感恩与幸福 维心圣教维心宗宗主混元禅师 相当重视儿童学艺经的扎根工作 不管多忙都会抽空前来关心孩子们的学习状况 也给老师们加油打气 那么接下来的阶段 就是从幼儿给他们 有一个每年一次两次的这个活动 让他们慢慢地培养起来 若是这个能推展到过地的时候 我相信儿童学艺经 这个是绝对没有问题 从小开始开花每一个小朋友 每一个人的灵性 这艺经八卦前队离正训坎耿坤 就是生命的全年 那么八八六十四卦就是智慧的根源 所以我们希望各位闲事同修 过分这道场的祝福法师 大家用心 大家一起共同来完成这伟大的历史天命 三天的营队活动 每一节课程缓缓相扣 孩子们脸上专注的神情 认真的态度 信任的拥抱 都证明这群年轻人真的做到了 不只改变小朋友 也体验了更丰富的人生 其实你们一开始要来的时候 我们在帮忙布置堂地 那时候说老实话我觉得很累 而且我不想做 可是等到你们来了之后 我就觉得这些都有意义 而且我真的觉得我很开心 不只你们开心 我们都很开心 因为这几天不管是对你还是对我们 都很充实 就是时间快要结束了 因为今天是最后天 就觉得有点难过 对 就是感觉好像走了 离开这边之后 想像就少了些什么 然后就是希望 就是我们这几天所做的一些事情 可以在你们的回忆里面 可以存很久 希望我们这三天的活动 有带给你们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满满的爱 然后也让你们学到了很多 可以让你们带回家使用利用 然后希望我们交给你们的 然后都可以对你们的未来是有帮助的 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次的营队里面 大家真的都是很有爱心 就是全心全意奉献在这边 我觉得在这一点的话 就是很明显可以看出 就是小孩都很爱我们的灰衣人 对当然我们也会很舍不得他们离开 因为在这三天里面培养的默契啊 这些革命情感是很坚强的 参加营队的孩子们 从一开始的不安躁动 到后来的专注投入 讲师们的用心功不可没 在结业典礼上 大家开心的从原得法师的手中 接下了这纸结业证书 一个学习的阶段已经结束 而另一个阶段正要开始 是因为我公公是属于这边的 一金协会的那个会员 所以他觉得这个 以前就有办这个活动 他觉得很好 所以希望说如果有机会参加 就让小孩子来参加这样 他很开心啊 有时候他每天晚上都会报平安 然后就很开心说在这边很好啊 这样子 对啊 那我们当然做家长就听到 就会觉得就很好这样子 一开始他说他不大喜欢 我说你是你很有福气呢 才能够参加这个 我说也是应该我半勉强这样子 这样子下来 打电话回去就不一样了 那种感觉就 他好像已经很开心了 他好像已经很开心了 好像很开心的感觉 好像在这边他 他是来玩的感觉 对那他也会讨一下报平安 我觉得这边的那个 大哥哥大姐姐还有师父们 应该都教得很好 在易经的熏陶下 启发智慧快乐成长的孩子 不仅是家庭最大的幸福 也是国家社会未来的希望 维新圣教功德基金会 每年举办的儿童学艺经 东令营 夏令营 在所有家长的支持下 日益精进 希望让更多的小朋友 能够参与 创造和谐的维新家庭 在社会中 凝聚成一股正向的力量 为世界带来更多的心安与和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